大家好 我们小时候在读到战国七雄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背这几个国家呢 我们是按照他灭亡的先后顺序来背的 韩、赵、魏、楚、燕、齐 最后一个就是灭亡前面六个国家的秦国 然后齐国呢 按照这个顺序来看的话 是最后一个被灭的 那我们从地图上看 齐国呢 他当时是在最东边 秦国呢 在最西边 那最西边的秦国要灭最东边的齐国呢 他就必须要跨越中间的韩、赵、魏、楚这几个国家嘛 那所以你再来看 燕国跟齐国在地图上 他的地理位置啊 跟秦国是等去的 所以燕国跟齐国是最后被灭的两个国家 其实也是在秦里之中 但是今天我们主要谈的是齐国 那齐国呢 他其实如果啊 当初有存亡子函的概念 然后他们有这个自觉 那愿意跟其他五国能够并肩来看秦的话呢 其实啊齐国未必会被灭 那秦国从灭六国是从二三四年 就是公元前二三四年开始 他开始打韩国 到二三一年就打了四年 终于灭韩 那到灭齐是哪一年呢 二二一年 如果你从二三一年算到二二一年 也就是花了九年时间 即便你从他开始 增韩开始算起那四年 加进去 也不过是十三年的时间 实在是太短了 那齐国呢 他如果有点自觉 他愿意跟其他几个国家联合来抗秦的话呢 秦国要灭六国啊 时间可能还要再拉长 这时间一拉长的话呢 最后哪一个国家会统一全中国 就不一定了 搞不好最后会是齐国 也很难说 那怪就怪在说啊 齐国因为最靠洞边 而且他土地最富恼嘛 那他又有海鲜 又土地又富恼 最有钱嘛 所以啊 他太满足于现状 太陶醉于现状了 那事实上呢 如果你要跟齐国算这笔账呢 要从哪一年开始算起呢 公元前两百六十年 那一年呢 发生什么事情呢 秦赵的长平之战 我们之前在讲李鸿章的时候 曾经有讲过这一段故事 带过啦 那那一年的秦赵长平之战呢 秦国很清楚 因为整个六个国家里面呢 唯一可以跟秦国在军事力量上面 能够抗衡的就是赵国 所以秦国很清楚 如果我要灭六国的话 首先我要削弱赵国的军事实力 所以必须跟他来一场大战 当时秦将白旗啊 他在打赵国的时候 他就先切断了粮道 他的粮道 我们知道在孙子兵法里面讲的嘛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也就是你军队的粮食啊 吃的啊 你要先准备好 才有办法去打仗嘛 当初他就切断粮道之后呢 秦国啊 他们就派大使到秦国 到秦国去 就是赵国派大使到秦国去 当时的七王剑刚刚上任没多久 他就请七王剑能够能够可不可以来在粮食上面来援助我们 但是呢 七王剑看到赵国来的大使之后呢 他回了他一句什么话呢 他说啊 你们赵国跟秦国打仗啊 干我屁事 所以基本上就回绝他 回绝他之后赵国啊 结果在残平大战之中呢 就被灭了四十万个赵主 如果连他在打仗中间死掉五万人算进去的话 等于是四十万人 那这四十万人呢 在战国时代 不要说是两三千年前那种人口比较少的时代 即便你放到今天一个国家被灭了四十万个军队哦 那都是一个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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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打击嘛 那想想看这七王剑这个人啊 你说是不是真的很贱哦 事实上呢 七王剑这个人其实他本身的素质哦 正是很差 从他的他的父亲叫齐相王啊 在临终前啊 留给他一句话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他临终前就留给七王剑 他知道他的王位要传给七王剑 他就叮咛他 他说啊 你一定要小心用人 那七王剑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进去啦 他大概也没有听进去 最后他用了一个宁程哦 就是很会拍马屁的叫后胜 这个人啊 你现在来看好像是秦国派到齐国一个内戒一样 他在公元前二三七年的时候呢 秦国呢做了一件事情呢 他就透过后胜呢 其实那时候呃我们知道呃 公元前二六零年到二三七年哦 到二三四年他要争含中间这段时间哦 他秦国也准备了很久嘛 他就先先他想先搞定齐国一件事情 就是希望齐国不要去帮助其他几个国家 因为他最东边嘛 最远嘛 所以他在二三七年的时候 公元前二三七年的时候 透过后胜去邀请齐王剑到咸阳去 做什么事情呢 就秦国首都去请他吃香喝辣 好好招待他 然后他走的时候呢 还送他美女啊财宝啊 各种礼物啊 让齐王剑非常高兴 所以齐王剑呢就当场就答应了秦王 后来的秦始皇当时是秦王嬴政 就答应他说 你们在跟其他各国交战的时候呢 我保证不会去跟其他国家结盟去打你 所以秦国啊 这时候秦王政一看就知道哦 他的远交进攻成功了 所以他就一路打打打打 很放心的一直去灭其他的五个国家 到最后他在 他在公元前二二二年的时候呢 秦将的王剑 把燕国给打下了 打下之后他抓了那个燕王喜 同时呢也把那个戴王家就造国 那时候被灭亡的时候 他有一个公子叫家 跑到燕国的附近去自立为王 叫叫戴王嘛 把他们一起抓住 整个燕国就灭掉 灭掉之后呢 就基本上就形成一种秦国在包围 齐国的一个态势 好 这事我想请问各位 如果你是秦王的话 当你灭灭灭灭灭了其他几个国家 剩下最后一个齐国 被你逼到一个小角落里面 你会放过他吗 当然不会 所以啊 在隔年就是公元前二二一年的时候 秦将另外一个也是姓王叫王奔 他长驱直入齐国 那这时候呢 秦国同时也没有闲着 他就请后胜 同样是后胜哦 就跟齐王奔讲说 齐王啊 秦国呢 他们准备要送你五百里地 那需要你到咸阳去一趟 那齐王很高兴啊 他就到咸阳去 到咸阳去之后呢 你知道秦王阵呢 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把他给关起来 把他给活活饿死 什么叫五百里地 根本没得适 所以呢 可以说秦国啊 在灭齐国的时候 根本不费一兵一卒 到最后灭齐国的时候 不费一兵一卒 就把 只要把齐王奔给二死 基本上齐国就拿下来了 那齐国这个哦 他最后 他见识不就这种情形呢 导致他最后自己灭亡哦 其实让我想到 现在史上另外一个人哦 就是德国的马丁尼默拉 他是一个新教 基督新教的一个牧师哦 那尼默拉他在一战时候 他是德国的一个舰艇 一个指挥官 那他在一次大战之后呢 他就觉得 因为一次大战 实在是太 战争实在是太残忍了 他就去研究神学 于是在1924年的时候 他成了一个牧师哦 一个传教一个牧师 在纳粹希特勒上台之后呢 他其实是原本他是支持纳粹的哦 然后他支持纳粹 但是呢 他又反对纳粹干涉宗教 他希望宗教能够自由 所以在1933年到1937年的时候呢 他写了很多篇文章 他主张什么事情呢 他认为宗教应该跟政治脱钩 他其实潜台子就是希望纳粹啊 你不要干涉宗教 但这这个理论呢 这个观点呢 其实被希特勒是很不爽的 所以在1937年的时候 就把他给抓起来了 那把他 关要到好几个集中营 在里面 在几个集中营 就关来关去哦 那到 二战结束之前 他差点要被判死刑 结果还没被判死刑的时候 那德国就战败 输了 就最后德国投降了 那所以他就被放出来 他放出来之后 他就感悟非常深哦 所以他就后来在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 他就致力于啊 世界和平的一种工作 他一直希望促进各个族裔之间 能够互相的沟通 他后来最有名一件事情 他写了一首诗 后来这首诗呢 被刻在波士顿的犹太经验碑上面 这首诗其实我们之前在讲 方方日记的时候也提过这首诗的 有个英文名字叫 First day camp 他大一是这样子 他说 起初 纳粹来抓共产党员的时候呢 我沉默了 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 当他们 来抓社会民族主义者的时候呢 我沉默了 因为我不是社会民族主义者 当他们来抓共会成员的时候 我沉默了 因为我不是共会成员 当他们来抓犹太人的时候 我沉默了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最后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 已经没有人来帮我讲话了 马丁尼莫拉这个事情啊 这首诗啊 其实对照战国时代 其实很像齐国 你想想看嘛 当秦国去灭 去打韩国的时候 他们来向我求援 我沉默了 因为我不是韩国人 当他们去打 卫国、楚国的时候 干我屁事 因为我不是卫国人、楚国人 最后当他们来 灭我的时候呢 再也没有其他国家来帮助我了 所以呢 这个事情其实来放到 现代的社会上来看呢 其实啊 你会发现齐国啊 其实它幻化成很多 变化成很多个角色 不断在上演 比如说呢 当政府呢 拿他的大刀 用行政权力 以暴政的方式 暴力的方式 来关掉一个媒体的时候呢 其他的媒体 惊声不语 因为觉得不干他们的事情 哪一天当政府的大刀 挥向你的时候呢 再也没有媒体去听你讲话了 那我没有特地要讲哪一个媒体啊 但是啊 这个事情 齐国的事情 跟马丁尼莫拉的这个故事呢 其实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省思 不知道你从这些故事里面 能够再想到什么呢 今天我们节目聊到这个地方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到有兴趣的话 请记得按订阅 给我们一个鼓励 同时点赞 今天我们聊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